在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 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标的数字都是这样这样和这样的 那为什么阿拉伯人不用阿拉伯数字呢 我们日常用的数字实际上由古印度人发明 后因阿拉伯人传播而发扬光大 所以大家把它叫做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人自己则把这些数字称为英语数字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数字书写方式 一和九区别不大 四向扭过来的三 五是一个圆圈 零则是一个点 七写成V 八是倒过来的V 我以前学这种数字的时候 为了帮助记忆 还记得有颠三倒四 七上八下的扣诀 说了这么多 还是让我们到巴格达的这家路边小店来实践一下吧 像这个柠檬和本地产的这个橙子 都是1000迪纳尔一公斤 就是2块5一斤 进口的这种埃及产的橙子呢 就要贵一点 1500迪纳尔 算是3000迪纳尔 7块5一斤 西葫芦 1500迪纳尔 3块5一斤 看到这里 阿拉伯人的数字 你学会了吗 我们现在来说这个项目的 我们现在来说这个项目的